手指头伸进喉咙使进蛙 不少人用这种方式催吐减肥 高雄一名15岁少年 就是长期使用这样激烈的催吐减重法 导致肺脏肺炮破裂 是一个年轻男性 那因为胸痛呼吸困难来急诊求治 那询问起来的话 他近4个月内有反复催吐的情形 根据老姐高雄这名15岁少年 原本体重71公斤 但被班上同学校说是阿肥 导致他不止罹患的厌食症 甚至用节食催吐的方式来减重 4个月内减到44公斤 看到就是一个比较瘦弱的年轻男性 一时夜表示第一眼看到少年 就觉得真的好受 少年长期激烈催吐 也导致他肺炮破裂 纵隔墙气肿造成呼吸困难 加上如果继续厌食 恐怕会有猝死的危险 我们会先了解一下 就是说他除了有这样的饮食急患之外 他是不是有合并其他 比如说忧郁焦虑 因为这类的一个患者 其实他们常合并焦虑 犹豫的情况其实比例还蛮高的 那很多其实是一些 心理的一个压力的部分 所导致的 其实这样过度节食 和心理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过度在意自己的外表 拼命节食减肥 最后罹患了厌食症 而医师表示 厌食症耗发于14岁到18岁的年轻人 加上一旦离弊 疗程可能都需要一年以上 加上严重者可能导致猪死 家长千万不能轻忽 记者林正彦潘颖文高雄报道